他很熟悉 很好 他就是大客家的鄉親 那時候他人意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要怎樣 你爺爺來就去便宜隔離 家裡十幾個人都隔離在家 那時候全台灣也剛開始而已 所以議員那時候找市政府 找這個公所 找警察局 去拜託說可以跟他送付出嗎 所以因為他們都隔離起來 沒辦法出來買東西 付出會回去 不然因為市政府隔離也沒有經驗 他說沒有這個服務 所以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在議員就找我們服務所 很多我們就去賣場 精英物資 一小一小 吃的泡麵 罐頭 口罩 口罩 都一小一小要來送付 我們這些所有的隔離 這些鄉親 那時候雖然我是以學背景的 但是面對著這種疫情 我會怕負責嗎 我自己也是會怕負責 我本來有一個故事 我本來有一個故事 要讓大家分享 相信大家都聽到 我真出色 真出色 真出色 我相信 在我的概念裡面 我們每一個民意代表 如果是用心 這些都做得夠 都一定的真出得對 所以我們原意代表 最重要的是這個服務的精神 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有大家 動作自己家裡的人 每一個人民 每一個選民的事情 都動作自己的事情在處理 這是最重要的 這種服務精神 這是世代傳承的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知道 我剛當選的時候 我們就遇到武漢肺炎 這個年外來 我們台中 我們台中 第一例死亡案例 第一例這個 武漢肺炎的死亡案例 你知道在哪裡發生的嗎 在北頓 在大陸 你爺爺 你來來來 大家有印象嗎 那時候 剛開始 疫情剛開始而已 大家非常非常的怕 阿姨 我們真的 要這樣去唱第一首 真的要唱第一首 我的阿姨 斬條員 跟她說一句話 他說 那如果是你家裡的人 你會去唱歌 你會去唱歌 如果是你家裡的人 絕對會去唱歌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句話 我英文的 什麼有做世代傳承 我覺得 這種的服務精神 就是給我配合 這次是真真正的 世代傳承 他說對不對 對 我這間 藍意的事業 我透過專業 那時候我眼前 說不可以 不可以 那時候 我們知道有一個 萬家的阿姨 來這裡看九天 我那些萬家阿姨 回到台北過身 就是沒有缺詐 我叫你市長指揮中心 請市政府這邊 要通報去 我叫兩師匹 缺詐 缺詐之後 我就快點 我們把這個社區 三百幾個都鑑一下 叫市政府來鑑一下 叫市政府來鑑一下 我那時候 還要像二十幾個陽性 但是大家有印象嗎 這件事 有團量出來 台中其他地方嗎 沒有 沒有團量出來喔 所以 我們就是用到 服務精神 要專業 這樣有辦法 幫市政府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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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嚴重的基金 收起來來說對不對 所以拜託大家